南投仁愛鄉近年有族人上山打獵時 發生物及同行友人的意外事件 而仁愛分局為了避免族人再次發生汗事 以及違反法令的規定 特別再次宣導獵槍使用安全及患症事宜 來保障自身權益 責任示範如何在打獵行徑中安全的拿著槍支 防止走果誤射 也就是準備瞄準獵物之前 手千萬不能放在板機裡 以免誤觸板機後發生危險 與同行人的中間也需要有間隔5到60公尺的安全距離 提醒族人不要飲酒上山 可能會影響注意力 你要記手裂在行徑當中 就是僵款絕對不要對著人 萬一說有兩個人去的話 又或者三個的話 搞不好喝酒會自己會打自己 曾經強調打獵在賽德克族的傳統文化裡是非常嚴肅的一件事 要遵循老人家所傳承的智慧 仁愛分局表示 依據槍炮彈藥刀屑許可及管理办法第34條規定 原住民自治獵槍執照為每兩年一期 而今年換發為第12期 必須前往換領執照的族人 要在31號之前辦理 以免影響應有的權益 原視新聞 億萬大島南投仁愛 採訪報導